九岁入围嘎那被亲妈拉着增杀 上升期造公司选藏三年 金赛伦为何沦为三斤中最惨的那个 所谓三斤就是指汉国同兴监玉珍 金所炫金赛伦 由于三人年龄想访 出道时间又相差无几便得此名号 金赛伦是三人中唯一的电影咖 说起来有点凡尔赛 明日一岁还在吃奶的年纪 金赛伦就已经登上了幼儿杂志的封面 六岁时金赛伦明天上了演戏 跟着母亲先后参加了多场电影试镜 终于在八岁时 在一千多名竞争者中被选中 成为电影旅行者的主演 这是金赛伦首次登上大荧幕 自然流露的演技 却震撼了在场所有人 最终这部电影成功入围了嘎那电影节 献煞了中午路一众老前辈 从此金赛伦在童星界打开了名声 合作对象也有了质的飞跃 相比此时的金玉珍和金所炫 还在拥抱太阳的月亮中 饰演了女主们的小时候 金赛伦已经和袁彬出演了孤胆特工 作为2010年韩国最卖座的商业电影 该片掌握了百小青龙 大中三项主流大奖 此时的金赛伦 无疑是三金中的奖奖者 后续合作对象都是马东西 裴斗娜这样的一线电影咖 可中午路虽然在韩演技 地位高贵 但终究无法起粉固化人气 金玉珍和金所炫平云化的月光 和学校2015一飞冲天的时候 金赛伦还能用爱在高中与之抗衡 但很快他就被另外两人超越 因为他签约了没有新的YG 在YG的三年间他没有资源 好不容易接到的网剧 竟是给不知名的人做配角 就这样金赛伦的人气主不下滑 除了令人遗憾的事业运 他的家世也同样令人叹息 到底是多么冷血的母亲 才能在金赛伦幼年时 带着他一起尊杀 2018年9月 金赛伦的生母在社交平台上自爆 他曾想带着三个女儿 在阳台上跳下去 童星出身的金赛伦 在家中排行老大 母亲是个模特 在21岁时生下了他 从此以后辗转各个郡组 拍些不知名的片子 生父不祥 还没几度身吧 都没能找到头绪 可以肯定的是 金母独自一人 抚养三个孩子压力很大 不然也不会患上抑郁症 发病严重时 他打算和三个孩子一聊百聊 最后是金赛伦死死 抓住阳台栏杆 生死历劫的哭喊 舅舅我我错了 才让金母找回了一次理智 放弃了轻生的念头 虽然命是保住了 但金赛伦还是早受过几次 惊呼虐待式的母爱 金母为了让他演戏赚钱 在金赛伦发烧生病的时候 还带他在零下27度的低温里 拍铃鱼戏 凌晨4点收工后 金赛伦已经发烧到40度 金孩子额童烫得像个火球后 金母才开车送他去医院 看着金母厚颜无耻 说出的这些话 观众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金赛伦的演技 不是天赋异禀 而是保受苦难后的 真情流露 出道座 旅行者 他被父亲送到福利院 古胆特工中 他饰演一个 从未得到母爱的孩子 到西亚里 他是保受酒鬼父亲 独打的沉默女孩 每一部都可以说是本色出演 但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大多数得不到 原生家庭撑腰的孩子 还会遭受另一场苦难 那就是校园霸凌 眼前这一幕 出现在2018年末 金赛伦参加的综艺上 当时嘉宾们都在讲 自己上学神器的事 金赛伦说 自己高一的时候就退学了 主持人问他原因 他解释说 因为想体验更多新鲜的事物 但已经和他相识 七年的金西彻 却说出了金赛伦 在学校被霸凌的经历 金赛伦六岁进入演艺圈 九岁入围甘娜电影节 由于出演的题材都过于正式 一般的小朋友根本没看过 也就不知道 同班同学金赛伦 其实是演员 直到他与袁斌合作了 孤单特工 袁斌当年有多火 看看他那张脸就知道了 学校里一半都是他的迷妹 也是在那时 认识了袁斌本人的金赛伦 开始遭受霸凌 我因为我与袁斌的经历 我因为我与袁斌 我因为我与袁斌的 我与袁斌的家族 我与袁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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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都在买衣服 我一直在买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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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袁斌看他年纪还小 就送他一个笔记本电脑 作为礼物 没想到这一举动 切坏了袁斌的女友粉 当时金赛伦只有10岁 社交软件下 却充满狐力精 勾演这类的乌言顺语 这种恶意 哪怕是他长大了 也没有结束 2020年初 KBiC决定 启用《学校》系列IP 请出 女主定的是拍摄过 《复仇笔记2》的安瑞贤 但安瑞贤 突然在自己的 社交平台控诉 大人们为什么不遵守约定呢 紧接着就传出了 女主更替为金赛伦的消息 这一举措 无疑让大众认为 是金赛伦抢了安瑞贤的角色 但事实上 根据KBiC回应 是安瑞贤的父亲 在拍摄中 提出多项无理要求 剧组才决定换人 金赛伦只是收到了剧本 还没有答应接拍 但因为现在的争议太大 电视台最终决定 取消《学校2020》的真作 哪怕是去年 《学校2021》开播 这块饼也没有落到 金赛伦的头上 谁看了不说一句实惨 只能希望赛伦妹妹 以后能拿到 与眼睛实力相配的 好资源吧